你永远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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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没了 他们欺负的我实在往上去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中共出手整治 反日言论 腾讯抖音等等平台 也配合党支部的命令 寄出了坚决打齐一切煽动 中日冲突和极端民主主义的用户行为 那经过发现夸张反日言论 给予删主我是封号 这一来啊 让一堆小粉不满啊 大呛腾讯跟抖音 我们看一下小粉到底在不满一些什么 从没有什么对不对力的 有的只是无止境的 无法化解的仇恨 华为能不能出一个 我想要卸载微信了 腾讯的大股东都是谁啊 腾讯你是几个意思啊 连QQ契额也沉沦了 希望华为能有一个与之抗衡的APP 腾讯你搞什么飞机啊 希望华为出类似微信的软体 支持华为以后 不会给腾讯充值游戏了 包不用腾讯的软件 游戏也可以不玩 但爱国是必须的 我跟你赌啊 这些小粉没有一个人会卸载微信的 因为你在上面找女朋友啊 你在上面聊天啊 你包含你的微信到账什么 你基本上都是要绑定你的微信的 你很难不用啦 那可爱耶 卸载腾讯相关软件 说到做到 呃 你上面有 IG Gmail YouTube Twitter 我跟你说 华为应该也要抵制 因为华为镜头里面的一些技术啊 基本上都是来自日本的 他们只敢抢腾讯 却不敢抢腾讯 后面命令他的那个中共 对吧 还记得前年 中国民间也是搞了一个 抵制各大欧美运动品牌 Nike啊 艾迪达啊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运动当时还闹得很大 对吧 我们要支持国产李宁 那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支持新疆免 结果导致 一发不可收拾 就跟现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大洪水泄洪一样 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还只剩什么广东广西啊 不只啊 湖南湖北河南 那些全部基本上现在也都是重灾区 贵州现在也是重灾区 自己上网去看 中共每次都在趁这个暴雨中泄洪 现在基本上三分之一的中国都是在水患之中 你们自己上网看嘛 不要再说我造谣了 话说回来 中共当时啊 也是要要整治这些反欧美的影片跟言论 对吧 因为中共没想到小粉红可以失控到这么夸张 失控到害惨中国经济 因为你抵制下去 最后害惨的还是中国的代理商 还是中国人 对吧 因为欧美发现经济不好了 诶 撤资啊 发现经济不好了 裁员啊 裁谁 裁中国人嘛 因为这次的胡有平啊 英勇出来保护日本小学生 但不幸走了 对吧 当时引来一堆小粉红骂他是女汉奸 然后要把日本人都赶出去 所以苏州的日商协会也在群组说 我们要分批的鉴定式撤资 导致中共怂了 怕出来打脸小粉红 真的是非常有大清的集市感啊 义和团在围攻教堂 大清政府不管 结果还偷偷给他物资 赶快去赶快去 到最后八国联军来了 大清怂了 冲突到一半发现打不过 那就加入八国联军 我们一起来打义和团吧 哈哈 你义和团冲在前面 我大清在你后面 用炮集帮你援露 结果那个炮是在打义和团 跟现在小粉红一模一样 随着科技的进步 虽然历史不会重演 但是过程会很类似 只是形态跟媒介不一样罢了 胡有平过世的头两天 中共不是派了一堆便衣把花拿走 但随着日商协会这件事情之后 中共不敢在阻挡有良知的中国人买花站出来 去悼念胡有平 苏州公车站啊 昨天前天挤满一堆人 而小粉红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悲的生物啊 叫我们海外的人 不要去敌视中国人仇视中国人 那事实上我们没有 我们仇视的是你 像我们就会觉得胡有平这样的行为很好 对吧 值得人家暂取 会去悼念他的中国人都是非常有良知的 而我们骂的都是你 骂胡有平是汉奸啊 结果你现在又仗着那些站出来 悼念胡有平的人说 你看我们中国人还是有良知的 但殊不知你自己也是骂胡有平 骂这些人是汉奸的人 最近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啊 一名叫做王强的小粉红 近期村里的宅基地被抢走了 怕一片痛哭 结果被人挖出来 他曾经在2003年参加过 保卫钓鱼台对日本人抗议啊 我什么没了 我出所跳饼了 他们欺负的我实在活不下去呢 我也不算死了 被逼死我不行 搞一下就连到我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被逼死我了 钓鱼台没有被中共拿回来就算了 你家宅基地先被中共的村干部 还有那些恶霸给拿回来了 巧人得冷嘛 钓鱼台是中国的 对你家宅基地也是中国的 因为根据中国宪法来说 你们所有人的土地 所有权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是共产党的 对吗 4年前有一个叫做 孤独的钓鱼小斐红也是呛我拍片 结果自己家宅基地被村干部抢走了 拍片痛哭也被打住院 那其实宅基地本来就是只能给农村的中国人民 而这个分配是由中共的农村地区村干部 或是村委书记他们去利益分赃的 那租给你不代表就是你的 他随时有权利可以拿回来 即便我管你家三代五代租在这里 这个就跟中英联合声明是一样的 而中共最近为了救援房市 已经把脑筋动到了农村身上 推出了一个叫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另外一个叫做鼓励农民放弃宅基地去大城市买房 现在中国一些省份已经开始推了 那意思是什么呢 我会给你们补贴啦 这个土地的食用权啊 还给我们国家 还给村干部 那你还给我之后呢 例如你要去大城市买一间两百万的房子啊 我就补贴你五万块 一次性补贴给你 我大不大事 话不多说五万块拿给你 哦原来农民的土地跟房子只值五万块 人民币啊二十几万台币啊 这么的不只这么的残破 为什么中共要做出这种荒唐的行为呢 因为基本上12345县的中国城市 房价已经卖不动了 房卖不出去跟政府有什么关系 有非常大的关系啊 后面逻辑在此 中共租地给建商或是企业 不是卖哦 记得不是卖哦 是租 而企业或是建商找银行借钱 依据不同的金额 有时候需要找当地的市委书记 或是县市长来背书 你一背下去 银行才会借你 而这个背书的代价是什么呢 例如我企业要借五千万 我给你企业五千万 但事实上你要带七千万 五百万啊 行长跟那些银行的中高层拿 那剩下的一千五百多万啊 我们市委书记 市长拿 反正我钱可以回去美国跟瑞士 或是去新加坡 你查不到了 因为管道都是我自己的人 所以我接触到十几位台商啊 都在不同时期 同一口径的 跟我说类似的事情 没有民众接盘买房 那最后就是烂尾楼坏账 烂尾楼坏账怎么办呢 企业产嘛 那企业产政府的地 政府的那些东西 坏账要不回来 惨的又是中国的政府跟中国的银行呆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疫情一来各地大乱 断供啊 资金铁周转不过来 房产泡沫 而现在又通缩更不敢买房了 你连脱手想要止损 都没有下盘 都没有接班人 所以中共啊 把待宅的羔羊 弄到农民手上 让他们卖掉农村土地食用权 来大城市买房 什么所谓的新农村建设啊 我估计圣上真的亲自操到一两年之后 又得是一个烂尾项目了 最后啊又会变成 我拿这个烂尾来补那个烂尾 那农村又烂尾了怎么办 蛤 那还能怎么办 让这些台湾网红来填吧 让这个台湾的 舔共的那些人 觉得中共没这么坏 中共经济很好的人来投资我吧 而宅基地 这种东西啊 是不能抵押的 只能农民使用 但政府可以收回嘛 政府收回我想怎么用怎么用 谁也阻止不了 那我们来看这张数据啊 中共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为12810亿元人民币 同比减少了14% 现在是没有需求 而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啊 贵州的财政收入跟他的负债 差的非常之多 话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上海或是广东地区的话 贵州这些内陆省份啊 早就破产了 现在还在强撑 而小粉红继续倒行逆施 更多的外商啊 测出来了 上海有三分之一 左右的经济是靠外商 那你们如果连上海自己都快养不活的话 你怎么养贵州呢 大家都是中国人贵州人必须得养吧 所以不要再倒行逆施了 贵州省呢已经摊牌了 债务反正是已经还不上 堂堂一个新人大省 居然公开求救 表示自己借的钱已经还不上 我们来看一下贵州的去年的财政收入 贵州去年财政收入 一共是1886个亿 还了利息呢 还剩下356个亿 看上去似乎还有些盈余 别忘了这里面还没有算上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去年是5849个亿 已经严重的入不敷出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回农村 对不对 从前年开始 因为大城市劳动力过剩 所以失业率大增 这你们不否认吧 工作好不好找 你们自己心里有没有必数 中共去年开始鼓励你们回农村 当农馆 对吧 所以你看这是什么互相矛盾的政策呢 一旦农民把宅基地卖回给政府 去大城市买房 那你假如去大城市 你又找不到工作 没这个能力 你绝对断共啊 不然就是一辈子 只能住在那个烂尾楼的几率是非常大 我们推一万步来说 你真的侥幸你脱手了 那你要去哪里 你农村没家住了 对吧 你没有宅基地了 而更细思极恐的是什么 如果地方政府又想要解决 城市的问题 想要献媚给圣上 给中央看我的数据 那有很大的几率会动用黑市立 村干部会去抢你家宅基地 到时候你连补贴的钱五万块都没有 平时你们如果没做点功课 会以为这是正常的民主国家 宪政怎么可能动用这些夸张的黑俄司力 在中国农村地区啊 村干部跟村委书记 基本上是土皇帝 相信各位中国网友 你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点 所以上面有指令下来 他们大概率就会用尽一切手段 来达成这个目标 其实这是中共的传统 我们从这个大饥荒啊 我数据就是要到50% 但现实不可能到50% 但你就是用尽一切办法 让它到50% 那你就必须得付出大饥荒的代价 我们从近一点的来看疫情期间 也是如此啊 为什么农村封控的程度 比大城市还来的夸张 这没有道理对吧 因为农村的人口不可能有大城市多 那为什么农村还封得这么夸张 因为城城家嘛 因为村干部是土皇帝 而中国的农村跟欧美的农村 还有台湾的乡下 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套逻辑啊 我也说过 那这里就不赘述了 近期还有一名小粉红大闹 香港的日商主宝展 一直大喊 我是中国人 你们日本人其实是中国人 但事实上明明就没有 你们去看这个网路上 全部都是抹黑日本的段子 对吧 但是唱什么日本人 你真的不要脸 之类的嘛 还有什么台湾的版本啊 你永远都是中国人 你永远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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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搞笑 肯雅最近在大洞乱哦 肯雅政府欠太多债了 欠在最多的主权大国是什么 中国 而中国在肯雅也是投资了一带一路 当时说 投资一带一路下去之后 肯雅会经济繁荣大发展 结果事实上呢 看看多少国家已经被中国的一带一路搞垮了 中共还说要带领这些好兄弟 什么基础建设 这个伟大复兴啊 多少烂尾啦 最后变成要租地啊租军港 就跟你们宅基地一样 我们看这个美国当初也是借钱给我们 台湾搞十大建设 那台湾有没有被美国这种庞大的金额 一下子搞到 我们台湾破产了 我们要租地租军港给美国了 没有 这个就是中美差距 即便是1970年代的美国 借钱给我们 都比2024年的中国 借钱给肯雅 借钱给一带一路那些国家来得强 还有台湾政党想舔共青忠 搞笑是不是啊 小粉还有脸在肯雅提中共国 希望你出去跟那些抗议的肯雅人说 我是中国人 我们一辈子都是中国人 我们中国已经把钱借给你们 救援你们经济了 我们是你的爸爸 你去跟他讲这个 然后你顺便再举个五星期 你看看你的下堂会如何 敢不敢 不是人来写台湾是中国吗 去啊去强调 举个五星期跟抗议的人说你是中国人 去吧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不先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销 我是爸小金兰拜